五保请回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法院裁定五保请回 面对在北检外守了69小时的小草 仿佛在找事 柯文哲走出北检立刻被包围 妻子陈佩奇拦屌屌屌屌屎屎屎 去搜索台湾主要在野党的主席的住处 办公室还有中央党部 特别是去搜索台湾民众党的中央党部 查扣手机跟硬碟 在哪里面的资料 去编故事 在这两天当中 可以说是极尽压迫跟领虐 金华城闭案台北地检署将柯文哲 依公务员违背职务收贿罪 贪污图利罪审押警戒 9月1号晚上8点召开羁押题 检察官和律师激烈攻防 直到晚上10点59分 在柯文哲可以要求停止夜间训问的前一刻结束 而法院最后裁定无法请回 我完全没有去过问 所以后来那个容积率80%的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媒体开始闹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知道说 在目前所有的证据 也没有证据说柯文哲有去干预过这个案子 法官认为柯文哲主张没有相关专业是信赖都委会多数决议和参考彭震生意见 无法确定他是否知道都委会形成违法决议 突立金华城 目前证据没有明确重大犯罪嫌疑 但20%的容积奖励是违法 柯文哲不是没嫌疑 而且还是被告 律师点出别高兴太早 至少先度过这一关嘛 所以现在高兴很正常 但是因为积压与否 其实跟后面到底是否有罪是两码之事 无法请回不代表脱身 检方提抗告 结果会不会翻盘 没人说得定 东西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